歡迎收看 怎麼了嗎 沒有 我害怕 沒有 我就覺得可愛 就愛吵這樣子 對 OK 好 對 這個是怎麼樣 妳知道嗎 就是我們一個健康的 新的企劃 是 播出以後 家評如潮 對 因為很多人現在 都會有一些 疑難雜症 我們就是要幫他們解讀 很多他們從網路上 得到的錯誤資訊 看了節目以後才知道說 以前那麼愚蠢 今天是聊大家最關心的 題目之一 因為台灣就是四面黃海 現在又炎炎夏日 怎麼樣 一下肚皮癢 肚皮不癢了 對 手在癢 手不癢了 腳在癢 腳不癢了 是皮膚在癢 OK 反正有的時候一抓就是疤 然後那個疤就會很可怕 有一次你忘了 不是前幾個月 我腿上不是很奇怪 就大家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我等一下也要來問醫生 我好心疼 看你在那邊抓 他根本沒有管過我 OK 他根本沒有問過我 沒有 但那個不是癢 他有點像 像蛇皮皮舌 就是很痛 皮舌 對 我們每次都講蛇皮 對 可是只有在腿上 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後來也是醫生 好不容易才找出原因 對 所以今天我們的來賓們也是 遇到一些皮膚上面的 一些問題 要來問問我們 今天太好了 我跟你講 平常你們有皮膚的問題 你去皮膚科 你去刮看看 大排長龍 比在排那個 胡椒餅還長 真的 還有那種就是你排了 一兩個小時 進去十分鐘就出來了 還有一種 他也看不出個所以然 為什麼 因為皮膚病就都很像 對 他就丟三瓶給你 請問我要磨哪一瓶 哪一瓶有效就磨哪一瓶了 你沒有這樣子 沒有這種醫生 你問蔡醫師 不是 我不是這種的 可是有一些皮膚的狀況 它不只是皮膚 它可能是身體哪裡 有其他的問題 對 反應在皮膚上 然後如果你疏忽 那就完蛋了 沒有 我跟你講 皮膚科很容易被轉整 就是你看皮膚 我看你這個是治癒神經的問題 就把我們搞去生鮮科了 生鮮科 我是 你說 你看到的醫生怎麼都會這樣 沒有 真的會這樣 而且有人說是免疫科 可能我們家附近沒有像樣的診所 沒有 真的有皮膚的問題 那皮膚科又不好意思去大醫院 又說浪費醫療資源對不對 沒有 因為他都是老皮 所以他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們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 我老皮 但我是嫩肉 那是一道菜 OK 妳有吃過老皮嫩肉嗎 這十二小 有嗎 有 穿菜都會有這個 有 你不要汙辱老皮嫩肉 好 我們今天前來的來賓 就要跟我們分享 關於皮膚上的各種問題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來賓們 小可 瑞琪好 瑞琪哥好 瑋哲 來自加倫比亞 瑞安 來自二國之 好 來 我們 強大的醫師群 首先我們觀眾朋友很喜歡的 我們生鮮科醫師 李閩珊 大家好 還有觀眾緣非常好 濕奶緣更好的中醫師 陳志佳 陳醫師 大家好 他實話實說 非常實話 還有我們今天的主角 我們的皮膚科醫師 蔡依山 蔡醫師 大家好 好 我們首先就來問問小可 黃皮膚代表 你有什麼樣的肌膚上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我的問題就是 三種 容易留疤 應該講說 結合起來 先抓這三種 我今天完全沒有遮我的腿 你看我腿 就是很多疤 被咬過以後就變成這樣 而且這是只是 我只是覺得癢而已 然後我就抓了 然後抓完一下之後就覺得 越抓 越癢 然後越癢 越抓 然後就開始就會開始脫 然後再來就是 循麻疹 因為我自己其實有一段期間 那個時候其實天氣就像現在 可能再涼一些些 那我在穿衣服 其實也是還滿在意 就是布料的 所以其實也不會穿太糟糕的 但是那陣子穿完之後 就發現腋下就是會癢 然後癢完之後 它就像那個水蔓延開一樣 原本是腋下一點點癢 然後你抓完之後 它就往外延伸 對 抓到哪裡 癢到哪裡 對 後來你就發現 循麻疹 怎麼辦 然後後來我就真的受不了 去看醫生 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然後我就說兩 三天 他說你怎麼兩 三天才來 反正就問了一堆 然後他就說 那你現在幫我做一件事情 然後我聽完 他跟我講完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算了 養死我吧 因為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從今天開始 就是你離開診所 你吃了什麼 喝了什麼 你所有東西都要寫上去 怪不得 寧可養 包括你買的水 是從哪裡買的 我的天啊 這很麻煩 你就算喝礦泉水 你都要告訴他 你的礦泉水是哪一個牌子 因為他要抓你的過敏源 我開始有小朋友之後 我發現到 我女兒也有循麻疹 所以他那天就是跟我講說 媽媽 我好癢 然後他一癢 一浮起來 我想說完了 我就立刻拍他的手說 不要抓 不可以抓 因為我知道那個癢起來會受不了 那個吃 如果一癢吃抗阻症 會不會壓下去 我那時候就是不知道 但醫生真的有開藥給我 開藥當然有舒服 還有開一種藥膏 是粉紅色的 對 有 然後就插在上面這樣子 涼涼的 然後再來就是濕疹 因為濕疹 其實我發現到的狀況 其實是有一次我去台南玩 因為台北比較潮濕 然後南部大家都會覺得 空氣比較舒服 可是反而到那個地方有一天 去的時候還是下午 一到了我這邊就開始 癢 癢這兩邊我就抓 然後我抓 抓完之後 我跟老公講說 老公 你看我這邊 是不是有一粒一粒的 他就說沒有 看不出來 但紅紅的 到了晚上不得了 我變成韋哲了 我整個人的臉 這一塊 全部都是紅的 然後一顆一顆一顆的 然後我真的受不了 結果去找了一間皮膚科 然後他一看就說 這是濕疹 我就說濕疹 妳就說濕疹 妳長一圈像鬍子這樣 就一圈 一整圈的落腮鬍 然後妳摸的時候 就是一粒一粒的 然後好癢 然後我現在 只要三不五時 換了城市 或是到了其他的國家 我一定要隨身帶著那一條藥膏 因為我不時的就會長 一顆一顆的濕疹 人家都說一百車三重 我覺得黃皮膚有一個人 最麻煩的就是 我們的膝蓋的地方 還有軸關節 真的 真的都會比較褐色 你知道我也是火了 我這就真的拿 就是真的是錄 長啊那個錄 我就是錄這邊 然後錄完之後就開始痛了 對 隔天 就兩塊八在這邊 然後我去節目 然後一個大哥就問我說 節目大哥說 許曉哥 妳老公只會 我罰妳貴喔 妳膝蓋怎麼受傷啊 就會建議妳說 盡量不要用那種姿勢 我們會 對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有一些就是色素暗沉 或者是瘤疤 群麻疹 這些問題 是我自己代表黃皮膚的人 那個皮膚主要的問題 都被妳遇到了 好 我們來問問醫師 就是小可這個重症程度 1到3分 1是輕度 2是中度 3是重度 來 不同科別的醫師 會給妳什麼樣的分數呢 請舉牌 蔡醫師 蔡醫師只給我1分 皮膚妝科 她認為妳這個一點點不嚴重 我小誤 反而是陳醫師 她卷得妳2分 然後身心科卷得妳2分 所以我身心比較有問題 我自己有群麻疹 所以我知道那個群麻疹 癢起來的時候很痛苦 癢起來要人命 真的 而且就是整個禮拜 都會沒有辦法工作 蔡醫師 蔡醫師妳自己有群麻疹嗎 我也有 但是我覺得還好 可能我們家什麼藥都有 群麻疹如果一發要怎麼壓下來 的確是要吃抗主治安 對 然後因為很多病人 來給我看的時候 她全身都是好的 但是她說她剛剛養得要命 所以後來就是叫她們拍照 錄影這些 不然拍照的時候手機拿來 整個手震妳知道嗎 給我看不清楚 那照片拍什麼東西 所以還是要錄影 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推薦給大家 蔡醫師 我剛剛講 皮膚科喜歡把我們轉診 是有所本的 就是 妳喝水 吃飯 吃麵 妳都報告給醫師 然後他去了解對不對 發現 都不是食物的問題 他就斷電妳這是壓力 來源是壓力 壓力他就不好意思 他就沒辦法幫妳處理了 妳知道嗎 醫生通常這樣講 妳不聽到壓力兩字 妳還沒那麼大壓力 我就是聽我就猜猜 我一直在跟你講說 妳壓力 妳整個壓力都來了 我本來快樂得像隻小鳥一樣 他一直說我有壓力 對 開始懷疑人生 我從那邊開始 我覺得對 我有壓力 玉琳哥妳講的沒有錯 因為有一次我有個病人 他很嚴重 我就會問他一句說 請問妳有壓力嗎 他就說 我只是問他說妳有什麼壓力 妳如果沒有壓力 妳講話怎麼那麼大聲 我這樣有大聲嗎 我現在這樣有大聲嗎 妳覺得我這樣是大聲嗎 妳有什麼問題要問來 我問那個流發 流發色素沉澱 對 我覺得其實很多 真的都還有藥可以醫 但是我覺得流發這件事情 真的很麻煩 尤其是很難遮 那色素沉澱的 在黃皮膚身上好像又很明顯 要怎麼改善 而且你知道夏天到了穿短褲 其實我剛剛就一直看小可的腿 原來是為了節目犧牲 我想說 我真的都不遮 真的 這鳥臂靶 然後很多色素沉住 鳥臂靶 妳這個胎語好到位 妳也鳥臂靶 鳥臂靶 所以其實像我們黃皮膚的人 真的很容易黑色素沉著 所以打雷射也很容易反黑 那一般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妳會看到說 我們在場就是各式各樣的膚色 其實在我們醫學上面 人的膚色就是分六種等級 第一型到第六型 美國總統拜登 他就是第一型 白膚色的 他會曬傷 不會曬黑 他是很白的那種 很白 他怎麼跟你曬 他會曬傷 而且他容易得皮膚癌 對 所以他前陣子有手術 是真的 那第六型的就是黑皮膚的 然後他永遠不會曬黑 也不會曬傷 對 所以其實膚色是有分的 那黃皮膚的人大概是 第三 第四型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曬黑 又會曬傷 那黑色素比較旺盛 我們比較倒楣 又黑又傷 對 所以像我們亞洲的皮膚科醫師 生意都還不錯 聽說現在皮膚科醫師 通常都是在醫學院 功課最好的那一種 還可以 就是 比較客氣 三八 可是有的時候色素沈澱 小可女的色素沈澱是 黑我是變白 就是我這邊會有一塊白一點 對 也有 就是本來抓抓抓 然後它就變成八 八掉以後它就是一塊白了 然後去打雷射越打越黑 也沒有 其實我們醫學上面有100種 把黑色素變少的方法 其實我們的膚色就是跟黑色素有關係 就是白斑症是不是 對 但是我們如果是要把白變成黑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其實像小可那個色素沈澱 對 這個比較容易 對 這個比較容易 這個有很多方法 我以前去錄外景 我後來為什麼不錄外景了 因為我一曬太陽 我臉上長滿了白斑 你知道白斑嗎 我知道 就是Michael Jackson那種 Votelago白斑 然後醫生說那是黑細胞就死掉 就自己快 關節 所以我都不能曬太陽 因為一曬太陽你去看到我 你知道你就認不出來了 那這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是建議可以擦一點 維他命C 或是取酸 熊果素 反正市面上你聽到 可以美白的產品 其實都可以試試看 有人在敷檸檬片 原理很像對不對 其實檸檬是建議用吃得比較好 因為敷它反而 你不敷來了 這麼多種 你隨便講一種 都是錯的 就被打槍 我專門講100句 被醫生打槍99句 對 因為我的醫學知識 都來自長輩文 對 所以其實處理起來 不算難對不對 這個還好 而且的確它也是可以打雷射 或者說其實你有耐心 它還是會慢慢淡化 這關鍵就是說 你當初受傷如果越嚴重 你留下來那個顏色就會越深 對